然后我看看我去了以色列 那真是受刺激 就这么个地方 地图上看这么小小一片 然后你看那个生态条件 说到处流淌着奶和蜂蜜的一个国家 我天你去看看 大部分国土降雨量50毫米 200毫米以下 在中国250毫米那条线 那叫不适合人居住的 人大部分国土沙漠干的一袋都 你看我把这个数字 土地面积比北京市还小 北京市还有一点六万平方公里 它就是八千平方公里 加上控制面积在一起比北京略大一点 就那些国土不是他的 但他的以色列部队厉害 自然资源极其匮乏 可耕地60万毫 一半国土降雨量不到50毫米 现在你去访问 欧洲的菜果厨房 不说他其他的高科技 就是蔬菜瓜果大量出口 滴水灌溉技术 我们去访问那个滴灌那个公司 最早是个工程师下班 发现沙漠里树都要死的 后院有个树 长得不错 研究最后发现 有水管渗漏 所以他老得到一点水 最后他就这个启发 把管子上都扎小孔 埋到地底下 今天中国 一个省一个省的买他的滴灌技术 因为他今天滴灌里头不光是滴水 滴很多养分 从世界农业出口大国 靠什么 靠脑子 对不对 淡水出口 我前面就去那个潮飞店 潮飞店的淡水 这个海水淡化技术 比来比去 买国的德国的 以色列最后买以色列的技术 最好 性价比最好 大量出口水 然后你说这么个国家 何德何能 七千家startup公司 一共八百万人 密密麻麻集中在 就是特拉维夫 对不对 不是他那个老城 是他那个新城 八百万人 七千家startup的创新企业 他为什么创新啊 他这个国家这么小 周围强敌环市 战争环境 所以他不能像中国一样 什么大量出口货物 港口都靠不住的 你看以色列东西都是小到不要装运的 你还非有不可 这个国家能在世界上 能这么有影响力 对不对 创业资本创造 不得了 我们到硅谷看了很多硅谷大公司研发基地是特拉维夫 英特尔厉害吧 芯片 对不对 整个这场通讯革命就硅嘛 半导体嘛 半导体里最关键的 什么40机 80机 486 最重要的创新去了才知道 就是英特尔特拉维夫的Center完成的 雇的以色列这些人 我们都听说过摩尔定理 对不对 12个月18个月 什么 价格降 降一半 这个 集成电路上的这个电子管 加一倍 翻翻 这只是通讯革命的一个技术基础 没有人知道 你摩尔定理 他带来一个结果是热量会加班 怎么散热呀 你计算机还可以有散热器呀 手机呢 那么薄 这个关键技术就是以英特尔以色列的研发院解决的 要没有经常什么移动通讯的时代 走来走去 说今天上这个课很多人的手机上看 门都没有 他会烫你 你就有 就算我讲得不错 你有心看 你也看不了他烫手啊 他机器要烧掉的 这种东西他们发明的 然后你就问这以色列人到底特点在什么地方 我去之前就两个问题啊 那么相信宗教 他的宗教叫一神教 排他性的 那在我们无神论看来就是相信迷信嘛 相信迷信的人怎么搞科学搞得这么好呢 这个我加不起来 第二 全民皆兵 他是所有人从中学毕业都要打仗 都要当部队 部队就是服从命令 服从命令怎么能创新呢 服从命令的人就是说东就是东 说西就是西啊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想法 你要很有想法的人在部队里呢 对不起 关紧币 对不起 这是军队 军队讲命令 讲服从 我去的时候就两大疑问 去了以后那真是受教育 说我们以色列人信神 但是信的方法不一样 我说你们怎么信的方法不一样 他们找个拉比给我们上课 所以以色列人五岁就开始要读他那个旧约 读的方式跟全世界人读经人不一样 他是讨论是读书 允许争论 允许你发问 允许你对上帝怀疑 所以以色列人有一条说 我是跟上帝角力的 就是较劲的 我很信仰上帝 但是可以较劲 可以问问题 所以他的迷信里头 他迷这个东西 他们给我看这些照片 没有说一个老师对着人讲课 说都是你在上头讲 人就在底下讲 嗡嗡一片 这条咱们演习的时候要改善吧 他有想法 然后他的文化鼓励你的想法冒出来 dialogue 就是希腊的学问办法 希腊的学问办法 不是说老师说一 你记住一就行 考试你也说一合格 老师说一 你得问他 什么道理 有道理吗 真有道理吗 我能不能把你推翻掉 中国人也重视教育 但是我们这个重视教育 重视公民 重视那个结果 重视重举不重举 就是对不对 不重视那个过程的 这个逼近知识的 这个方法 这条 这条要向人学习 他的一部叫做旧约 还有一部是历代的拉比 就是智慧的犹太人 写的关于 他叫他姆德 到那去他就给你看两本这个厚厚的几千万字的羊皮书啊 这是他们四代的宝贝 旧约当然就是那套圣经故事 对不对 他姆德是大家对圣经故事的消化 里头好多质疑 好多怀疑 好多问题 他信教 但他鼓励你提问题 这一受教育的时候 我们以色列 mother 第一的使命 就是教育孩子 陪孩子 鼓励孩子干嘛呢 鼓励孩子提问题 所以以色列孩子放假回家 没有一个家长会问他说 考的怎么样 说今天你在学校问了一个问题了吧 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了吧 人五岁开始这种训练 所以以色列人 你看那个startup那些公司的人啊 因为你要创新就要有问题啊 问题去驱动你去发现新的东西 好学生没问题 天完蛋 全记住老师的结论 记住先则的结论 你怎么会把成本曲线往右下方推啊 你推不出去的 你只能瞄啊 这是我去了以后真是深受教育 我们也重视教育 农民孩子也要把孩子送上学 但是我们这个教育 是不是鼓励你去发现真理 这一条跟以色列people 跟他犹太人啊 真是有差 然后我们请了一位 他那个犹太人在全世界得诺贝尔奖的人 那简直是没法数 对不对 马克思犹太人 弗里德曼也犹太人 站在两头的都是犹太人 你说吧 你听谁的你反正也是听犹太人的 人把制高点都给你占了 这不去说他 他本土一个打仗的国家 48年建国的国家 科学院 德诺贝尔奖 他这个我们请来的叫阿龙 第一个德诺奖的化学奖 给我们这个去访问团做了个报告 那真是我听了真是手脚 他也没跟你讲他的化学 他讲了我也听不懂 他的发泄 他就讲他的故事 他为什么会走到这步路上去呢 能在一个战争环境的科学研究机关 能够得诺贝尔奖 对不对 他说小时候妈妈就跟我讲 我把这段号写在这里给你们参考 说走进一条河流 可以顺着走 也可以逆着走 你要永远逆着走 顺着走好走 他妈妈靠他你要逆着走 然后他目的利有一个理念 说难做的事容易做成 我天哪 真是不得了 真是智慧 这已经不是学问了 经济学很容易懂 他一讲我就懂了 难做的是做的人少 竞争不激烈 容易的事情谁都要去做 打破头 红海一片 所以他说他从小妈妈叫他讲 你要逆水走 所以这个家伙很有意思 什么时候顺了他就不干了 读成了就不读了 当上教授就不干了 然后说以色列没什么事情了 去波士顿 那里高手奴隶打一番 拿到终身教授不干了 再回以色列 一辈子溺水走 最后一不小心 拿了个诺贝尔奖 不是他资历有多高明 是他这套指挥 他行为的思想方法 与众不同 不要讨巧 不要便宜 不要很快成 反着来 这些东西啊 他对innovation在哪里发生啊 有重要的影响 成交风零度 刺杀而忘 联手或许还有几乎